所以过去双北跟中南部 它还是有个差距的 但现在当差距拉近拉近 拉近到一定程度之后 会不会资金再度回头到双北 因为之前我们知道前两年 因为台积电效应 台积电不管是在南科 还是在高雄的设厂效应 就是西京王 钱就跑到了中南部 以前冷气的台南 冷气的高雄 突然之间变得非常夯的 这个当红炸子机了 但是总是这个泡块 就吹上去之后 慢慢的也会 大家开始想 台南现在三十几万了 对不对 也飙到那么高啦 高雄也一样 从过去可能桥头附近的一字头 现在到二字头三字头之后 是不是开始买方会回头来思考 如果台南三四十万 我们回来看双北 双北现在还有三十五六十万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有可能资金 开始慢慢回流到双北 如果这一波下去南部的资金 就观察来讲 因为它真的涨很多啊 对 它涨很多 但是它要能获利了结出厂 才有办法把钱抽回来 那因为不动产这个东西 房屋变现率没有那么快 所以这一波 但不一定是同一批人 不一定是去买中南部的人 我只是说如果投资房地产 他看到之前是大家都一窝风跑去中南部 那如果你现在是要投资房地产的人 那你看到中南部涨那么多了 从一字头涨到三字头了 都涨三倍了 你回头再来看双倍 你就会发现说 台北市没什么起到啊 对不对 那新北市呢 有些价位比如说三丁包 五字头我们还看得到啦 是 那板桥呢 现在七字头还有啊 然后你再去看台中 哇 怎么台中现在也七字头 八字头 九字头 盛据号载有到三位数了 所以过去双北跟中南部 它还是有个差距的嘛 但现在当那差距拉近拉近拉近 到一定程度之后 会不会资金再度回头到双北 有可能就是姑且不说 之前的资金啊 就是新的投资的量人 到底要选择什么战场 或许就会像娟姐刚刚讲的 还是要回到自助需求的部分 跟所谓的这个租金投报的部分 所以即便你是一种投资心态 你也会去思考你的接盘的会是谁 接盘的还是自助自用的买盘 所以不管是商办也好 或者是这个住宅也好 今天的投资可能会比一年前两年前 还要更加谨慎 因为动不动你可能就会卡住 所以如果你有资金要重复 在这个时候还这么勇敢的 要投入到房地产 那可能就要非常谨慎的是 针对有自助需求的 比方讲旁边都很劳励了 如果你要租人也租得出去的 如果有人刚好可能年终领完 想要买房子他会接手的 那还有就是捐捷的朋友 还没买的 你应该说宋明兄的朋友 他们会选择哪些地方 他朋友是买一整层 一整洞的那种 就一定是收益 或者是出租 或者是自助需求的 那个location才有可能被选择 超伴手的秘密 最新的影片都在好房网 所以请所有的好朋友们 到YouTube订阅好房网 同时一定要记得 打开小铃铛哦